我其實有一個想法 只是我覺得姐妹們可能不會答應我 就是我很想要有一種女團之姿出現 光Generation 聽起來多厲害 我最喜歡的一場戲 反而是跟Rose Mama在回家的那一場戲 就其實Rose Mama來我的家鄉找我的那一系列 剛剛好都是在那一兩天拍的 所以那一兩天的氣氛也好 心情也好 也是比較接近快要殺青的時候 所以很多情緒是很直接的感覺 就完全不需要彩排 也不需要練習 我某一個程度跟Hana最像的事情是 我真的好喜歡待在光裡 就是這也是因為我出道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遇到是一大群女生一起拍戲 都是聚在一起的 我真的沒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氣氛 所以我確實是很不捨得在那個告別的那一整大趴 她就是沒有加入我們化妝間包廂的一位 就是她都會為了維持蘇媽媽的 跟我們的某種美的距離 所以她是自己一個人用餐 然後也不會參與我們聊天啊幹嘛 錦華姐就是會待在導演的旁邊 就是吃她的飯 然後看她的螢幕 我那個時候都覺得 她真的不是楊錦華 她不是楊錦華 她的氣場會讓你知道 喔 她現在是生人物盡的概念 我之前就有說過 我最希望就是可不可以來個雙蛋黃 對 這個真的是太難取捨了 就是我可能會在下面尖叫吧 跟順便扯阿姬的頭髮 如果我得獎最想做的事情喔 應該就是回去我們光的店裡面開最貴的酒吧 哈哈哈哈 把最貴的酒打開 我們看今天晚上要開多少酒 確實花了非常長的時間去 定調哈娜的一個 比如說紳士背景啊 跟她經歷了一些什麼 她也許會用什麼樣的心情面對社會 因為我確實不是一個太自卑的人 但是要演到哈娜的時候 真的是收起很多的流品演法 我覺得我哭了好像蠻多次的耶 因為不單單只是要哭哈娜 還要哭Rose媽媽蘇媽媽好多各種哭耶 很多值得哭的耶 我還有看到我跟廣成的那一場仙女棒 當下不是那個氣氛的 因為那拍的當下是晚上然後光線又很暗 又加上那邊這風就是很難點起來 那個仙女棒 就在拍的時候大家都是比較匆忙 或者是說很稍微不是那麼浪漫的氣氛 所以當她一剪出來 然後配上就是我們的特效啊什麼 就發覺哇 真的很有感覺耶 就默默的想說 阿達也太愛我了吧 就稍微哭了一下 我們是公開的CP啊 只會公開的在公眾場合聯絡的CP 經歷過了這個華登書上的行李 所以我們兩個人的對話 還依舊是有一種就是 兄弟情的感覺比較多 他沒有把我當成女生 我覺得我 我能怎麼說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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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 他 真的很亮眼吧 他應該會懂我的回答吧 所以啊 我還有什麼好在那裡 我才會說我許願每一年都有來就好了吧 對她的勁迪我只能說阿吉吧 還用只能說 我其實有一個想法 只是我覺得姐妹們可能不會答應我 就是我很想要有一種女團之姿出現 但是我怕她們沒有要配合我的意思 光Generation聽起來多厲害 我真的有阿吉 有 有啊 有啊 XX 還是妳又要勾紮紅色到我 欸好不激烈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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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欸好不激烈喔 你說一起嗎 對啊一起 哇那布料真的有點少 只遮到只遮肚臍 是不是 好拚喔 今年紅藍第一枚也超難拿的 真的超難拿 他們每一個都一尊大佛在那裡 怎麼比得過他們啊 我很喜歡他們丟啊 為什麼 要搓我的動作呢 哈哈